这毒是下在衣服上吗 正是 药涂于衣物 肾进筋脉 但这不是毒 而是一种 叫做还阳散的药 还阳散 还阳散是世间制补之药 涂抹于鼻息便可起效 因其大补 寻常人吃了会气血翻涌 而女子血脉鲜细 撑不住气血 便会经脉暴力而亡 你既然知道还阳散 可知道还阳散出自何处 配置还阳散的原料都非常珍贵 尤其是主要原料制鲜果 一岁也仅能得十枚左右 而且还阳散的配置难度极高 十至五六会有折损 能经得起这般损耗的 恐怕只 你是说他出自于太医院 小人不敢妄自揣测 赦你无罪 小人以为这下毒之人心思缜密 而且 而且十分了解王爷的病情 他知道若是下一般的毒 则会被王爷体内的血尘丹所削减 还有一个蹊跷之处 小人不知道 这云姑娘为何要换了侍女的衣服 而这贼人要娶云姑娘的性命 亦不会为补贤脂 把药事先涂在侍女的衣服上 所以小人怀疑 是那贼人事先买通了侍女 做了手脚 王爷 您可替侍女来认 那侍女昨夜被人灭了口